这是一个即使你再强都无法接近替身 而他也是继D奥后又一个同时拥有 乔家血脉和吸血鬼体质的人 他就是绿色婴儿的替身幼苗龟香 其实关于这个替身的原成并不是幼苗龟香 而且翻译也有很多 但是由于过于复杂 我就挑了一个最简单的念就好了 替身面板全部都是为之 绿色婴儿的这个本体是D奥一股衍生出来的生物 理论上来说D奥的身体是大乔的 所以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遗骨应该是大乔的遗骨 但是D奥又对身体做了融合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绿色婴儿 同时具有乔家人的标志 以及吸血鬼的体质 并且还不具发阳光 绿色婴儿的诞生是受到灵比兹基特的影响 遗骨拥有了自我意识 触摸过遗骨且被阳光照射的人身上会长出植物 并且在最后吸收掉它们的灵魂 在吸收完38个灵魂后 绿色婴儿诞生了 能力方面幼苗归乡的替身能力 有点像芝诺贝论 也就是说当你想要接近绿色婴儿时 你俩的距离每靠近二分之一 你的身体就会缩小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都无法接近绿色婴儿 而当你靠近替身则会反过来 你越靠近它的替身 它替身则会越大 当然除了应用于人外 任何具有主观意志 想要靠近或对绿色婴儿造成伤害的物体 接近它时 该能力也会出发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你主动向绿色婴儿 扔去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就会在接近绿色婴儿的过程中 被无限缩小 反之如果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 则不会受到幼苗归乡的影响 这个替身的能力强在哪里呢 它理论上来说 属于一个被动防御性替身 无论你是近战还是远战 只要这个东西存在质量和体积 它就无法主动对绿色婴儿造成伤害 不管是紫烟病毒还是BIG的不死 就算是世界石亭几个核弹过来都没有用 是吧 除非绿色婴儿对某个人感兴趣 主动解除替身能力 那个人才能够接近它 它的使命就是等待能够上天堂的人就好了 属于非常纯粹的工具人 是吧 那么最后再提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哪一个替身可以在绿色婴儿不解除能力的情况下 靠近或击败它呢